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篇大论 见证五分钟里面最长五分钟要搞点那 因为整个呼应的焦点不是你 整个呼应的焦点是耶稣 所以你的见证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最好有一杯两三种 两三个见证 就是看他的需要在哪里 他需要在哪里 他需要是A 可能是家庭的事情 你就有一些家庭的见证 或者是死亡的见证 一些经历死亡的见证 经历病痛的见证 所以有几个见证 看他的需要在哪里 你就抽哪一个见证 就一定要预备好的 要讲 哪一种见证 最后病痛 好像我一般 见到的人都是我 我讲的是general 就是我真正的是我信主的过程的一个见证 你听啊 可以吗 可以 我在我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几个问题 非常困扰的我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能从哪里来 我出去问了我家里的人 我爸爸妈妈都一样 没有人可以答复我 一样 没有人能够答复我 甚至我亲口的问我爸爸妈妈 他讲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这个年纪 你好好地念好你的书 我们生你出来 OK 不要再问你这个问题 我不甘愿 我还是问我的biology老师 老师说 人是从猴子变过来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答案 第二个困扰做我的问题 就是我在小的时候 我偷东西 有一次我偷了我一个同学 一个同学的邮票 他后来看起来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这样 但是他对我特别好 他对我这样的好 我特别感到内疚跟自责 所以我一直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有时候睡睡觉觉 我就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会很难过 你刚才我最多他的表 13岁 那年啊 那就是那年你开始问东西的时候 我开始问很多东西 很难过啦 很难过 但是我又很自责 又不能够 不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年了 困扰着我的生命很多年 第三个问题 人死后到哪里去 我问好多人 尤其问我叔叔 我叔叔说像你这样的年纪 不要问这种问题 他说你好好过好 每一天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这三个问题啊 一直在困扰着我 直到我在18岁的时候 18岁的时候 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 一个朋友邀请我到一个study group里面 就在这个study group里面 我就认识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朋友 我认识了这个朋友之后 他就帮我解决了三个问题 就是人从哪里来 人的罪我犯了错 这个自责要怎样的解决 跟我死后我到哪里去 当然我也很想把这个朋友介绍给你 但是我还没有介绍给你之前 我先要问你几个问题 希望你今天这样好的天气啊 什么啦 我希望你不会搬档了 活跟死的问题 没有搬档的我 对啊 OK了 这样我就直接问了 假如今天发生一些很严重的意外 我们离开世界 你是否肯定你能够上天堂 做了像我做的东西啦 但是还没有完美啦 但是没有犯错啦 就是说你还不肯定啦 还不肯定啦 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 但是如果说有机会让我们上天堂的话 我们都想上嘛 对不对 我一路的想法啦 一路的想法啦 就是讲 有没有像天堂都不肯定 但是最近的想法有一点改变 有一点改变 有一点改变有一点的 应该是上天堂 好过我们上天堂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是因为 我这样 全部上天堂 那我什么都会做 因为做的东西每天不是一样 跟人一样 跟 如果每天都很暗热的话 就很显 就很生活 但是 好过下第一吗 下过第一 有 我也没有想过下第一 是 万事都是折磨呢 还是 有时折磨 有时没有折磨 有时没有折磨 我不知道 哦 说你也不肯定啦 所以整个 这个 不肯定可以不对上天堂 后来呢 我就聊 我就去 我有读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嘛 这个是全世界的那个 一个 一个 去年是读 Revelation 因为以前里面有讲到 我们上到天堂是 每天呢 都是 敬拜天堂 敬拜天堂 OK 不要紧 这个我们可以慢慢提 我们先把第二个问题再问你 就是 其实你也不肯定啦 其实我也过去也是不肯定 都没有关系 好 这样我第二个问题 假如 离开世界之后 你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天堂门口 神站在那边 他问你说 我为什么要让你上我的天堂 就是以神的标准 你要怎么回答 我做好我的本本 我没有犯错 但是也不是传很多故音 没有去认识了 你之后没有去犯错 就应该可以 所以 如果说 如果说 好像做好事啦 或者说没有犯错 要怎样的完美 才能够说 有这个资格 能够上天堂的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 好不好 其实永生啊 上天堂啊 是神的恩赐 他不是我们赚的 赚的 赚的 或者努力而得 他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就好像 朋友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当朋友送你一份礼物的时候 你是要付钱吗 当然了 不需要付钱 如果需要付钱 这就不是礼物了 这个是一场交易嘛 是一场买卖嘛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神要赐给我们的 这个永生的礼物 也是白白要送给我们的 不是能够赚的 赚的 或者是努力而得的 但为什么 我们都 很多个人都 不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呢 就是 罪 对不对 在你的心中啦 你认为什么是罪呢 哎 什么是罪啊 罪啊 对 就是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比如杀人啊 放火啊 对不对 咒诅人啊 就是伤害到人的事情 或者是 欺负人啊 对不对 妒忌啦 啊 骄傲啦 也算了哈 因为你的骄傲 可能会伤害到人的 哈哈 骄傲啦 妒忌人啊 或者是 发皮 发皮 广言啊 一些白色的广言啊 对不对 哦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每天都会翻到的一些 对不对 妒忌人啊 好的时候就 骄傲咯 看到人家好 就妒忌人家咯 对不对 或者是愤怒人啊 大家都有啦 对不对 假如像 我们 我们算是好人啊 算是好人嘛 我没有杀人放火嘛 有时候妒忌一下而已嘛 啊 我们都有 都有 都犯好人啊 一天 犯三个小罪 一天犯三个小罪 早上起来一下 或者有一些 误会的思想啦 或者贪心一下啦 妒忌一下 骄傲一下 一天三个罪啦 一个月就九十个罪啦 一年就一千零八十个罪啦 如果我们这样的好人啊 能够活到八十岁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喔 带着八万个罪喔 你想 神能够让我们上天堂吗 完全 完全 这个标准的神 祂能够让我们上天堂吗 我想祂是不行啦 我想不行 因为带着这么多的罪嘛 对不对 这些 罪是很小玩笑的 但是八万个喔 但是一个杀人 一个杀人的话 那边比较多少万个喔 超过的八万个喔 这个罪不能够讲八或巧 一个愤怒 如果没有解决呢 它会造成杀人的咧 对不对 一个妒忌 骄傲 或者是贪心 能够造成偷 偷人家的东西的 对吗 你同意吗 所以带着八万个罪 我们怎么能够上天堂 这很难喔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说 好啦 但是啊 我是犯上很多罪啊 那我要做一种好事咯 来抵消掉我的罪嘛 对不对 没有能抵掉的 比如说啦 比如说啦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今天我生日 我要做一个蛋糕 来请你来吃 这个蛋糕呢 要用神力鸡蛋来做 神力鸡蛋里面呢 有九粒是好的鸡蛋 一粒是臭的鸡蛋 对不对 这样 我 我做 打鸡蛋下去的时候 神力 九粒是好的 但是打到第十粒的时候 刚好是臭鸡蛋 我来不及了 就打下去了咯 就把它做做做做做 面粉加啦 水啦 加糖啦 加花粉啦 然后把它做成一粒蛋糕 放进烘炉里面拿出来 如果啦 我是一个好的主人 这粒蛋糕 可以拿来邀请一次吗 可以啦 当然不可以嘛 对不对 你注意看 那不是那个九粒的好的鸡蛋 使到这粒鸡蛋糕 成为一个好的鸡蛋糕 一粒的臭鸡蛋糕 都造成这粒蛋糕 变成一个臭鸡蛋糕 根本不能够的请人来吃 何况是我们这一生能 八万个罪在我们的身上 怎么可以说 抵消掉我们 我们所做 要做多少件好事呢 才能够抵消到我们八万个罪 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的方法 根本都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 这样人的方法不行啦 我们要看看神有什么方法 看看神有什么方法 来 一般上你的认识当中啦 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是一个 制造无上的神咯 万人的神咯 什么都可以帮你解决的神咯 爱人的神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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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无所不能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还有呢 公义的神 公义就是对错就是错 要谋到 king 他同时也是 慈爱也是公义 对不对 也是怜悯的神 慈爱怜悯 对不对 还有无所不知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一般上的人 有很多的人 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啦 就是 他只看到神的 慈爱的一面 他这些忽略了 神的公义的一面 他把神当做好像老爷爷一样 老爷爷特别的承赖他 他孙子吧 对不对 孙子搬出来他也没有特别的去 惩罚他 鞭打他 要吃什么 就给他买东西给他吃 他要玩什么就买给他玩 他要去哪里就带他去哪里 但是他犯错的时候就是没有惩罚他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的话 他就会重复的犯错 继续的犯错 那反正神会原谅我嘛 我犯错也没关系 但是另外一种人 对神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呢 他只看到神的公义 他现在忽略了神的慈爱 这种人呢 就好像当做神好像警察一样 我犯错 我犯错 超速 罚单 parking错地方 罚单 驾车听电话 罚单 驾车没有管安全带 罚单 就是没有的人情讲 你做错 就是要犯了 这样的人类每天就活到 战战兢兢 他就 哎呀 今天我跌倒 就是神又好像要惩罚我 我生病了 神是要惩罚我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邦当 这个邦当 那个邦当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不是基督徒 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 有没有 因为他们也是有神的嘛 对不对 他去这个 我有一个 我又遇过了 不能够游泳了 他觉得游泳 会有一次会发生 好 当然 我们都很希望说 神对我们是慈爱的 没有一个人想说 神对我们公义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神他同时是慈爱 他也是公义的 这个公义的这一面呢 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个抢北 打抢银行五万块 逃走的时候 被警卫抓下 抓到法官的面前 法官说 你打抢银行 坐牢五年 这个抢北就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 你不能够判我坐牢五年 我打抢银行 是由我的原因的 我六个月没有工作做了 给你就花光了 家里五个孩子要养 两个父母亲要照顾 怎么办 打抢银行 法官大人 这是我这一生人里面 第一次打抢银行 我没有伤过任何人 钱也已经还了给银行 法官大人 帮我回家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那公义的法官的话 你会把它放掉吗 我会拿到罗跑 我会拿到罗跑 我是把罗跑 找到国家的罗跑 如果我 没有找到国家的罗跑 我又会拿到罗跑 这个没有 没有治理了 乱七八糟了 整个社会 对不对 大家打抢银行 钱拿出来还 没有治理了 对不对 你看一看 你看看 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对公益的水准 我们都知道说 犯错是一定要罚的 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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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罚的 何况 在我们天上 的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对我们 犯错 他也要实行公义 就是说我们犯的错 肯定要惩罚 我们犯了八万个罪 没有 如果 神真正要惩罚我们的话 要实行他的公义 来惩罚我们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时候 一定下到第一阴间 永远果如浑烧 明白 这样如果神是这样的 来惩罚我们的话 我们又怎么可以说 他是一个慈爱的神呢 对不对 这样这个慈爱跟公义 如何同时的并行呢 我再讲多一个故事 给你听 沙米拉将军 在一百多年前 他是搞革命 反抗沙王 当时沙王 是一个暴君 统治苏联 在他的统治底下 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 人民活在水深火热 全部够用 食物不够吃 沙米拉将军就兴起 带领灵军 打革命征战 革命征战 革命征战是带着家人去打仗的 一起全部 扎营 同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直走一直移 这样他们在打仗的当中 就是搞革命的当中 就发现军阳被偷 军阳被偷的时候 就发现到 这个沙米拉将军就下了一道军令 因为军阳被偷是很严重的事情 士兵不够食物吃 哪里有这个四季战打仗 肯定打败上了 所以下了一道军令 如果偷军阳的这个人被抓下来的话 要被罚打五十大便 他这个军令一下的时候 军阳没有再被偷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过去了 很多的人又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又担忘了 而军阳又被偷 那天晚上偷军阳的人就被抓下来 抓到沙米拉将军的面前 他一头一看不看还好 原来是他妈妈 摆在咯 一般的军人就站起来 就说沙米拉将军 你是我们的领袖哦 你说话可要算话咯 哦 虽然是你妈妈 你一样要罚 你说话不算话的一个领袖 我们也不想跟你了 对吗 make sense 另外一般又起来 他说 沙米拉将军 哦 你妈妈七十多岁 偷军阳 是因为饿到没有办法再忍受 ok 那 不要讲打他五十大便哦 七十多岁的老妇人 打他五便都可能把他打死了 如果你亲手把你的妈妈打死的话 你的那个残暴的性格 跟这个沙王没有什么差别啊 我们当时离开沙王就是因为他残暴啊 现在跟到你也是这样残暴啊 我们也不想跟你啊 昨天晚上 赙米拉将军睡不着觉 你想一下他睡什么睡不着觉 不知道要走哪里吧 他很爱他妈妈 其实他不don't care 这个军人这边跑掉那边跑掉 跑到完也不要紧 但是 他爱他妈妈 他不想他妈妈被鞭打 第二天起来就是惩罚他妈妈的时候 那军人就要开始要鞭打他妈妈 他就走到他妈妈的面前 他就把他的军袍拖下来 他就跟那个军人说 这五十大鞭每一鞭打在我的背上 那个军人就一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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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打 打到四十多鞭的时候 他的皮破 背部的皮破血流 他的妈妈就哭着 对上米拉说 我的孩子 扣军娘的是我 犯错的是我 但是被惩罚的 一切是皮 你看看这个故事 沙米拉将军 他有资格为他的妈妈受罪 对吗 因为军令是他下的嘛 所以我们看到 公益 公益 他同时实行了他的慈爱 也 也 同时的实行了他的公益 公益跟慈爱同时并行 一定要有人牺牲 好 都神 好 牺牲自己 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 这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来彰显了他的公益 跟慈爱 清楚吗 清楚吗 假如 我的这个左手代表人 右手代表神 我们基督徒 我们就说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你看 我们的左手跟右手 这个如果是代表人 这个代表神 你看我们 我们都很像了吗 对不对 好 左手代表人 右手代表神 神 要把永生的恩赐 白白的赐给人 但是人 却不能够领受 是什么拦阻的人 得着这个永生的恩赐呢 就是 罪 假如 这本小册子 记录了我们一生所犯的罪 就是这个罪 拦阻了我们 得到这个神 赐给我们的永生的恩赐 但是我们的神 祂是一个慈爱的神 祂爱我们 祂不厌刑罚我们 对不对 但是祂同时也是一个公益的神 祂恨了罪 必定刑罚犯罪的人 对 那公益 这个慈爱跟公益 如何能够同时的并行呢 我们的神 祂就 来到这个世上 成为人 这个人是谁呢 耶稣 对啦 耶稣就成为了人 这样耶稣这个人 跟我们这个人 有什么差别 你看看我的手 一样一样 但是 也有很多人 没有 你看看我的手 多了一个 这本书 什么不 罪啊 对啊 他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 他是没有罪的人 我们是有罪的人 就因为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他可以单单我们一切罪的刑罚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 在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临死的时候 他说成了 也就是说 罪的公家已经完全的不清了 他死 他被埋葬 他复活 他升天 他在天上 为我们 预备了这个永生的礼物 让这个永生的礼物呢 我们可以凭信心 领受 好 那 什么是信心呢 好 我就 举一个例子 给你看 信心 就像 一把能够打开天堂大门的钥匙 对不对 信心就像能够打开天堂大门的一把钥匙 好 假如 这把钥匙 是能够打开我家的天 我的家的大门的 其他的也是钥匙嘛 对不对 也是钥匙 其他的钥匙 也是不是能够打开我家的大门 不能嘛 对不对 看起来像钥匙 但是是不能够打开我家的大门 一样的 上天堂的这个信心 有得救的信心 也有不得救的信心 那我就先讲一下什么是不得救的信心 不得救的信心 第一个不得救的信心 盲目的信心 什么是盲目的信心呢 盲目的信心就是知道 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人家信什么他就跟着去 但是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谁 他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人 多吗 多 对不对 就好像一个盲人这样 前面一个三十层的坑 后面的人告诉他说 往前到 他就跳 他就跌下去 就死掉了 这个就是叫做盲目的信心 他只是人家跟他讲跳 他就跳 他是为什么可以跳还是不可以跳 他完全不知道 盲目的信心 第二个是总的叫做理性的信心 知道 认同 但是他 他不完全的依靠 就比如说 Najib你认识吗 你认识哈 假如今天你生日 你请他来你家 啊 切蛋糕啊 请他吃啊 他会来吗 他不会来吗 为什么呢 你知道 那就是谁嘛 对不对 你认同他所做的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你跟他是没有一个关系的 所以这种人 知道 知道 认同 但是没有 没有依靠 有没有人这样的相信呢 有 圣经的知识一大堆 每个礼拜他也去教会了 他都知道了 认同嘛 认同 耶稣 被钉塞成日子 我知道 耶稣三天后死里破 我知道 耶稣出生在马朝 我知道 但是他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很多 第三种人 他知道 他认同 他也单单的信靠 但是他的信靠 是有因素的 他的信靠 是为了精神短暂的一切的东西 比如什么呢 事业成功 娶到好的老婆 生到孩子 赚很多钱 孩子的学业 猛性 买房子 买车子 他也没有信靠 他也知道 他也认同耶稣很有能力 他也完全的信靠耶稣 但是他的信靠 是为了 世界上的这些精神短暂的事物 去信靠 这样的信心 是得救的信心吗 肯定不得救的信心 对不对 那什么是得救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是 知道 认同 而且 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而得到永生 这个信心 就是得救的信心 我将最后一个故事给你听 你就明白了 布伦丁是一个走杂技的演员 杂技 在走钢索 走钢索 做杂技 他过去的表演都是在室内的 然后下面有安全网 上面有钢索 他就走 后来他要把自己的表演 做得更加的有挑战 他就把这个钢索绑在 这个尼加拉瀑布的上面 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 这个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真的 差不多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来的 真的故事来的 下去呢 差不多三十公尺 他就绑起来了 他就问所有的观众 他说 你们相信我能够从这里 尼加拉瀑布的这一边 走到另外一边吗 像观众就说 以前是有安全网 现在可以disk你了 三十公尺 没有人相信 这个 布伦丁就拿起这个平文棍 他就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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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过去了 哇 前场观众在那边拍手 就好 然后使到他的这个表演 有更大的挑战 他就找了 找了一个 这个 渡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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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上面放了一个五十公斤的沙包 好 他就要 告诉观众说 他要从这边 把他推到另外一边 他就问 他就问 这个 呃 观众 你们相信我能够做到吗 渡轮车啊 渡轮车 没有 没有 没有平文棍 走过去 这样 呃 有一半的 呃 这个观众就说 刚才有平文棍哦 又没有渡轮车哦 可以了 现在 不可能了 有一半的就说 不可能 但是另外一半说 他又要杀我了 那一定是可以的 一半讲不可以 一半讲可以了 这样布轮丁也 不管这么多了 他就拿起那个 渡轮车 抓起来 就慢慢一步 一步 一步 差不多要跌下去 又没有事哦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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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给他走过去了 哇 现场观众拍手就好 真的啊 这个故事 拍手就好 然后 布轮丁又再问多一个问题 又有 啊 他说 你们 相不相信 我把 能够把一个人 这沙包拿下来 然后把一个人放在 这个渡轮车上 再把他从这一个地方 推到另外一边去 啊 你们相信吗 我全 全场说 啊你要少 这一次 100% 全部讲 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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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讲一定可以 啊 不伦丁 他们讲一定可以啊 他讲 沙包50公斤嘛 一个人比较轻的也是50公斤嘛 没有什么差别啊 只要不要动了 跟沙包没有什么差别 全部人都会下足了 啊 全部人都讲可以哦 啊 他就 你们都讲可以嘛 对不对 啊 像我需要一个 volunteer 哦 哦 全部都收回来哦 这样 布伦丁就说 既然你们都没有人 volunteer嘛 像今天我的表演就要结束了咯 早信咯 早点收工了 真的没有人要收工了 他就要收拾了咯 就当他要收拾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大概10岁哦 就走到布伦丁的面前 一声也不说 就爬上去那个布伦丁 坐在那边静静的坐着 然后布伦丁就 把它一步 一步 一步 推哦 哎呀推到YOK下来 但是又没有这一点哦 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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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另外一边 前场观众拍烂手掌 气球就走过来了 他就看到这个小男孩了 他就很震撼 他就问这个小男孩 小男孩 你今年的伞子好大 是啊 他就问他说 你的父母亲可以让你爬上去啊 他讲可以啊 你说你的父母亲在现场吗 他讲在啊 他讲在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的父母亲是谁 他就只这样 这个就是我父亲了 好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关键 小男孩 相信他的爸爸可以把他推过去吗 对不对 所有的观众也是相信嘛 对不对 能够把一个人推过去吗 对 这个小男孩的信心哦 跟这个观众的信心有差别吗 有 什么差别 一个相信但是不敢不敢去做 一个相信感去做 一个是口头上的相信嘛 知道吗 认同啊 但是不是单单的信靠 这样我告诉你说 呃 信靠真正的 得救的信心呢 就是 知道 任同 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 从我们个人的救主而得到原生 这样的信心 就是 得救的信心 哦 这样的信心 是得救的信心 所以你明白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了吗 明白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以上我所讲的所有的故事 你都明白吗 你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赐 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 你 就代表说 你愿意接受这个赐给你永生礼物的神 你愿意接受他吗 叫耶稣基督 你愿意接受 就是说你要放弃过去 你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永生 那完全的信靠耶稣来得到永生 对吗 就是你不要再依靠自己做主 就是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对吗 也就是说你要悔改 来完全的信靠他 对吗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你愿意吗 那我愿意我为你做一个祷告 然后 好 我你我们 我带一句 你跟一句 好 你扣下来 就是我把这个Edwin完全的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你完全的来 因为他愿意的来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 也是代表着他愿意接受这个次永生礼物的耶稣基督 好 今天他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努力 他要完全的依靠耶稣来得到这个永生 好 他从靠自己来转向靠耶稣 然后他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 然后他完全的悔改 然后跟随耶稣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一句 耶稣基督 我今天 我今天 要接受你 要接受你 成为我 成为我 个人的救主 个人的救主 我不再靠我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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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依靠你 我完全依靠你 你是我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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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悔改 我一切所做的 我一切所做的 错误 错误 你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稣 耶稣 以为我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死后 死后 他被埋葬 他被埋葬 三天后复活 三天后复活 然后 去到天上 然后去到天上 然后去到天上 为我一辈 为我一辈 永生的礼物 永生的礼物 死 然后白白的赐给我 白白的赐给我 今天 今天 我接受耶稣 我接受耶稣 进入我的心中 进入我的心中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字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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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公子结婚了 一天天都亮了 什么东西都平平静静 好 好 你可以握住我的手吗 握住这边 没有 这里 没有 就这样握 好 比如说 这个是你的手 这个是耶稣的手 好 你这样子握的话 好 你握 一分钟 OK吗 OK啊 一个小时 累了 肯定 对不对 一样的 我们信主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不是每天都感觉到平平淡淡的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苦难挫折 失败 跌倒 眼泪 无助 当然我们平平静静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是很接近的 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比如我们病到很严重 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开眼睛一闭 哇 全部弟兄姐妹都这么健康 只有我一个病到这样 神啊 你怎么这样来对我 你对神的信心软络了 你放 神是不是还抓住你的手 你放了神的手 对不对 但是神也没有离开你 没有离开你 对不对 然后圣灵 这就是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一些弟兄姐妹的鼓励 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彰显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又信心又低高起来 你又抓住神的手 然后有一天 你事业做得不是很成功 很失败 钱也花光了 哦 去到教会来看 哇 每一个都 共共连减啊 哎呀 我这么神啊 你这样来对我 你的心情又开始软络了 哦 但是神有没有离开过你 神又借着圣灵来感动你说 要完全的依靠他 完全的爱他 然后神又慢慢的来 恢复 恢复你的信心 你又起来 哦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哦 我们的信心是有时候起 有时候落 有时候起 有时候落 但是 我们的这个救恩哦 我们的这个 永生的生命哦 不是靠着我们的这个 违络的信心 而是靠着我们信实的神 对我们永远不改变 他永远的抓紧续对我们 哦 所以你要清楚 我们会遇到问题 但是神永远不离开我们 阿们 你的这个救恩是肯定的 啊 不是看着你的生命的起起落落 来决定你的这个救恩 或者你的软弱的信心 阿们 阿们 嗯 假如今天 你离开世界 你是否肯定能够上天堂 肯定 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去世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哦 在天堂门口等着你 他说 我为什么要让你上我的天堂 那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因为我的罪已经被 被你赦免了 我是无罪的人 所以我给你念 可以这样说 我知道 我认同 我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而得到永生 我知道 你是谁 我认同你所做的 我完全单单的信靠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得到永生 基督哦 知道 认同 单单的信靠他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不是我们的好听人 好 好行为你能够做到多好 做不到 做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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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了 这样我们基督徒 需不需要做好事呢 当然要 当然要 我们当然要做好事 但是做好事的动机 不是因为得到救恩 做好事的动机 是因为神这么的爱我们 我们深深的受到感动 而我们要很自然的去做 好 来感 对神的感恩 而做 而不是 为了得救而做 你没有办法做来得救了 我们是为了感恩 而做 清楚吗 非常清楚 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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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信了主之后 记得 基督徒要完成的一本 你有圣经吗 我送你一本圣经 有 你有圣经的 那你参加小组了 有 你会祷告吗 有 你会祷告 感谢主 拜一圣有祷告会 拜五有小组 拜一有 拜五有 拜五有 就是 如今 口告 然后 礼拜天有参加聚会吗 有 有去小组吗 有 有 去小组 感谢主啊 很好啊 最后 要继续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你的 这个 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能够成长 不只是自己懂得这个救恩 也要让其他的人懂 那不只是让别人也懂 也要教会别人懂得怎样传 有意义吗 生命有意义吗 有 哈利路亚 欢迎你 四十五分钟 看一下多久 没有了 四十五分钟 yes 不用了 我 我是 不要